我們再來看看Arno Light 那如果要知道Arno的燈光物件的話 我們首先要有兩個基本的原理要稍微了解一下 第一個就是GI 如果翻譯為中文的話就是全域照明 全域照明的意思其實就是說 將光源分作兩種光源 一個是直接光照 一個是間接光照 那全域照明就是GI 就是把直接光跟間接光加起來 所以說直接光照就是指光線直接打到物件身上 有照到就是亮 沒有照到就是暗 那光線反彈以後就是間接光照 光線反彈以後 因為多次的反彈跟衰減 所以會慢慢的減弱 那麼直接光加間接光就會得到全部的照明 這個就是軟體中所有的照明的基本的原則 就是直接光加間接光而得到全域照明 第二個要了解的就是IBL 就是Image Based Lighting 就是說以圖像為基礎的一個照明 也就是說我不需要任何光源物件 用一張圖當作照明 亮的地方就是亮 暗的地方就是沒有燈的意思 這個經常用在環境背景的照明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張全景圖的HDRi照明圖 然後呢放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那麼它就會全部環繞著一圈的照過來 然後並且產生相對應的正確的陰影 這件事情在Arno裡面是可以得到非常非常好的效果的 那麼在Arno裡面的燈光物件 事實上只有一個 它只有一個叫Arno Light 可是呢這個燈光物件包含了所有的燈 那所有的燈其實說明白的就是指光源的形狀 不同的燈只是不同的形狀而已 那基本上大部分3D軟體都會內建了很多光源形狀的燈 像Point Light點光源就是有一個點來發光的 或者是Direct Light就是直接光照 就是平行的光就是它不擴散 或者Spa Light就是像我們手電筒的聚光燈 或Corder Light Corder Light的話其實就是四邊形 就是一般我們講的平面的燈 Direct Light就是一個圓盤的燈 所以它是其實有點像平面那個燈 但是只是它那個平面是圓形的 那還有Corder Light就是圓柱 它是有點像我們日光燈管這樣一根圓柱來發光的 那這些形狀如果在場景中放的燈 這個燈沒有直接打到牆壁上 事實上看不到像現在圖上這些形狀 這個是必須登靠近牆上 直接光照有照到才會有這些形狀 那大部分我們要的其實是光的影子 不同的光源形狀會產生不同的陰影 所以陰影才是我們要的重點 那在內建的這些光的形狀 如果還不夠用的底下 還會用一種光源叫做Photomatic Light 那比較常用的我們就是講IES騰光 也就是說我也可以去載IES騰光進來 假設你的光源不是圓形圓柱形或圓錐形這些形狀 那你就可以載一些特定的造型的 特定光源形狀的形狀進來 那最後呢 Arnold也支援Mesh Light 也就是說那我就直接把一個物件當光吧 所以最常見的像霓虹燈這樣子 我今天做一個燈管 直接這個燈管設置為照明 把它當光來照物件 這樣子Arnold也是支援的 這次就是高暖子 我們做個房子 作詞曲作曲作詞